还是我哥厉害 我在花鸟岛卧底了三年 这左打听右琢磨 都没能问出大嫂的下落 没想到我哥一出马 这么大的一个巡派力 都能把人给找出来 这就是命中注定 就是你千里因人一心亲 晚上啊 我要多做几个好菜 万一你哥 把嘉欣一块带回来呢 好啊 对对对 说曹曹曹到 回来了 哎 怎么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对啊 大嫂呢 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嘉欣回环境岛了 你说这三年吧 我左盼右盼 就等着什么时候 能跟嘉欣再见上一面呢 这倒好 现在成了一件难事了 行了 别愣着了 进屋吧 你累了 我帮你颠 我拿就好了 累不累啊 有没有水差啊 走吧 走吧 学着伪装 学着说谎 说我真的 从来没有受伤 习惯平凡 习惯被忽略的无恙 不知道你已经体谅 一段阳光 童话一样 爱的天使 终于来到身旁 多么短暂 有多么幸福的天堂 不属于我就该遗忘 我渺小的愿望 和卑微的目光 不过是想要 你温暖手掌 轻轻地拂过 快要愈合好的伤 刻意依靠的肩膀 我渺小的愿望 却太真的重量 被爱的向往 委屈的收场 靠在你的肩膀 幸福过的家乡 就让他陪我 以后的流浪 一段阳光 童话一样 爱的天使 终于来到身旁 多么短暂 有多么幸福的天堂 不属于我就该遗忘 我要小的愿望 和卑微的目光 爱美女 您好 您看下我们这集新材 您特别好 看下半价 谢谢 的肩膀 幸福过的家乡 就让他陪我以后的流浪 嘉欣 摄笔好啊 你变得这么漂亮 我都认不出来了 好久不见你去哪儿了 对了 这怎么多了这么多盆栽啊 这写真儿任养人小西米 不只是这些花 还有这个岛上的公园图书馆 也通通都被易总 跟承洁集团任养了 对 你看这个 花鸟岛指南 承洁赞助印制 对啊 他们真的是大手笔 把整个花鸟岛都开发起来了 而且要在这儿做旅游 升级了医疗设备 还干了图书馆呢 对了 嘉欣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走 对边先 在下面 走 走 看 多漂亮 记得剪彩的时候 易总说 要建一个阳光透亮的地方 让小朋友去玩 他说那是因为 小朋友的笑容 最纯真 最美好 我觉得 易总说的对 看着这些孩子 哪怕生活多么不如意 心情也会好了大半 还有呢 承洁集团资助了小新品 希望小学 在这个岛上再也不会因为有没有钱而上不起学的孩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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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